上市公司的股权是公开的 如果有其他大户意图影响经营 除了可以协商 入股 甚至可以从外部收购股份 最终成立新的董事会来控制公司 而这些新的经营者如果图谋不轨 就会被称为恶意并购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市场奇异物语 金老板的收购案 周委员 这个土地开发案如果顺利完成 贵党派至少能共享一百亿的利润 如果在座的各位盟友都能全力配合 我这边就开始行动了 金老板 我真的很庆幸我们党派有你这样的盟友 不然我们懂这个老姑板 我们用尽各种方法 都很难说服他加入这个局中 现在我跟金老板话说完了 谁赞成 谁反对 我反对 我赞成 我赞成 我也赞成 我们也赞成 谢谢大家给我面子 请回吧 在金老板豪华的招待所中 正在上演一出只有八点档戏码 才会看到的商业谈判 原来是金老板看上了上市公司 地公司名下的土地 一旦取得土地 接着联合政党推动土地开发案 土地价值就能瞬间翻倍再翻倍 金老板首先找到某政党大佬州委员合作 州委员是地方派系出身 形势果断 手段很辣 因此地方势力对他都是一呼百应 原本以为靠着州委员游说 就能说服地公司王董加入土地开发的行列 谁知道王董称自己年岁已高 对于这些开发案已经没有兴趣 甚至明确表态不想随着政治人物起舞 既然明的不行就来按的 金老板也曾想过 透过外部收购的方式 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地公司股权 待持股比例超过王董 就能重组董事会 到时候土地处分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不过目前王董的持股比例不低 公开收购很容易引起王董警觉 若演变成股权攻防战 收购股权的成本会不断提高 最终金老板跟州委员一番商量 决定演绎出戏 依照他们的剧本 首先派出一组人马扮演恶意收购者 直接在市场大举收购地公司股份 还上媒体放话说 王董老了经营能力已经退化 他们想要取而代之 接着筹组环保团体 打击地公司名下土地 有各种废弃物问题 严重污染当地环境 待媒体大肆报道后 则坐实了王董经营不善的指控 让王董陷入内忧外患的烦恼中 此时州委员在趁机介绍金老板入局 金老板承诺会帮王董摆平经营权之争 州委员也承诺会帮忙搞定环保团体的问题 这样他们俩人对王董都有恩情 取得王董信任后 只要金老板能够在董事会拿到议席的投票席次 加上恶意收购者手上的董事席次 后续董事会投票时 就能以小米公司纠纷为由 把土地变卖处分 这样演绎出连环计 就可以把地公司手上牢牢抓紧的土地资产交换出来 所以州委员才会称金老板是最好的盟友 有实力又有计谋 在座的各位盟友 等我们勤工开发这片土地 到时候大家都是地产大亨 一个都不会少 在州委员的激励下 参与这次计划的人 个个都开始想象美好的未来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事情推动的速度难以想象 恶意收购者大局买入地公司股份 把价格拉高引起市场关注 同时举证指出王董各种经营不善之处 口号是希望百年老店不要就此没落 而金老板手下的大壮 经历过之前的慈善事件 社会大众已经把他当成了摄运界的新星 所以策动环保团体的工作就落到他头上 自从慈善事件后 大壮的状态整个改变了 变成一个积极利落的人 甚至会主动请命要承担更多责任 仿佛以前那个不甘不愿 不想帮金老板做肮脏事的年轻人已经不在了 大壮迅速地找出环境污染的资料 并且搭配国外的科学期刊佐证 说这些污染物对周边环境有害 接着筹组地方自制组织 带着环保团体到地公司外抗议 再联系媒体及网红前来采访记录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实在是让地公司措手不及 连金老板都对他说 大壮啊 我觉得你变了 啊 现在做事越来越犀利了 仿佛看到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大壮冷笑一声说 谢谢老板夸奖 我只是看清楚了 看清楚自己在这些事情中牵涉太深 如果我不努力向前跑 就会被残酷的命运追上 随后几次环保团体与地公司协商 大壮都强硬一对 直到第三次协商 来了一位想象不到的人 你就是环保团体的策划者大壮吗 我是地公司的王董 可以与你私下聊聊吗 王董您好 我没有想到您会亲自过来 虽然出乎意料 但大壮依然冷静地应对 唉 王董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块土地是我的家乡 而这间公司是我的家庭 两样都是我心底最在意的东西 可是如今我都快要失去了 大壮冷冷地回说 经营权之争还没有落幕 土地的问题我们正在协商 一切都只取决于王董你的决定 收购者在媒体放话 抗议者在公司门口慢慢 曾经我以为努力经营公司 就能把同仁当作家人照顾 而努力开发土地 就能回馈我的家乡 没想到如今我家庭即将被夺走 而我的家乡更是指责 我忘恩负义破坏环境 接下来在董事会中 我的声望会逐渐下降 就算这次经营权没有被夺走 后续公司的营运也会越来越得不到民心 所以我能做的事在还有影响力的时候 尽量满足你们环保团体的需求 如果后续经营权被夺走 我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大壮看着眼前满头白发的老者 努力了一辈子 最后却眼睁睁地看着 珍惜的事物一一地失去 曾经我以为只要努力向前奔跑 就能逃过命运的碾压 没想到命运追赶的速度这么快啊 听到这句似曾相似的话语 大壮冷冽的眼神变得温和一些 有些事情在他心底触动着 不过大壮没有流露出太多情感 只有淡淡地回复说 王董 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壮实断腕吗 如今那些收购者 真的是想要改善你的公司吗 而你公司手上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这些东西又是否能割舍呢 王董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突然间眼神放光跳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但是你的话点醒了我 谢谢你啊年轻人 真的谢谢你啊 王董不愧是商场老将 一句话就让他看透了整件事情的思路 并且快速地做出反应 过了一周 地公司突然发布重大讯息 为了负起对社会大众的责任 本公司将无常把有污染遗虑的土地 全数捐赠给地方政府开设公园绿地 希望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 回馈相离 回馈在地民众 听着新闻上王董的发言 金老板真的是欺诈了 原以为花大价钱买进股份 最终可以换到土地的开发 结果他只是用高于市价买到了一堆股票 还是一家稳定经营 没有太多成长性的老公司股票 金老板 这次的事件辛苦你劳心劳力 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 但是你放心 我们的政府很有钱的 下次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合作 金老板挂上了宇宙委员的电话 气得站不起来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无话可说 而王董因为这次的决策 挽回了公司名声 以及自己在董事会中的地位 随着土地的捐赠 那些奇奇怪怪的恶意收购者 竟然都默默消失了 大壮更是因为这次事件 声望在上一层楼 乡民都说他是环保守护神 竟然可以小虾米对抗大金鱼 让上市公司放下利益 回归环保 回归社会